当年朝鲜战争为何中国有份参与呢? 朝鲜战争又如何令我们华侨人士 在国际上的地位得到提升呢? 我们经常听到的国家是什么? 三宗、四宗、五宗全会 其实这些会有什么分别呢? 大家好,我是Vincent 今集继续由我和我的好朋友Alan 为大家主持党师教室 党师教室开科啦! 上集讲到新中国成立 不同方面的发展都开始起色了 1950年6月召开了党的第七届三中全会 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 我国经济方面的状况要达到根本的好串 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创造三个条件 分别就是土地改革完成 现有工商业调整 和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折减 毛泽东特别强调当前的主要任务 就是土地改革 肃清国民党残余分子 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 同时必须要处理好和民族资产阶级 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 还有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 避免树敌太多造成全国紧张 其实主要都是针对部分地区的阶级关系 出现了阻谈的错误 三中全会就明确地提出了 反对这种企图提早消灭资本主义 强行实行社会主义的阻谈思想错误 大家听了党事教室 听了这么久 都听了很多个会议 可能都听到乱了 我先说一说 我们中国人大政协会议 简称我们两会 由国界代表组成负责立法、协商 去监察政府 但我们也会常听到什么 1234567中全会 其实这些是中共中央委员会会议 是共产党自己党内的会议 以前你会看到这些会议 可能是过几年才开一个 但自邓小平年代之后 他就决定了 每一年至少要开一次全会 而我认知的政治传统 现在为止 其实每一次会议都是一个不同的任务 例如一中全会和二中全会 多数分别都是处理党内和政府内的人事安排 历届的三中全会 往往会聚焦经济问题 重大经济改革 这些措施就是这个时间的出力 所以正常我们都会比较关注 三中全会为多 另外这四中全会 就是以党的建设为主 五中全会 就是谈谈我们之后的五年计划 正当七届三中全会部署好 要如何为改善中国经济状况而努力的时候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 美国随即打着联合国旗号 武力干涉朝鲜 更派遣第七艦队入侵台湾海峡 紧接着美军在仁川登陆 大家要留意 仁川位于韩国的西北部 地理位置和中国的东北非常接近 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问题专家 今天南密都指出 当时中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早早在东北组成了边防 美国也知道中国已经在东北集结了兵力 已经执行了马 但是当时 美国由政界到军界 都不认为中国真的会出兵 因为当时新中国成立了不久 百废待兴 军队经过以往的长期作战 选耗很大 非常需要整优 再加上当时新中国装备和美军的差距巨大 而且重点是 美国人看不起我们中国 他仍然觉得我们是晚清时期的中国 即是不能打 美国认为中国是近代史上 其实一场仗都没有打赢过 即是就算是抗日战争 他也不认为是中国人民自己赢 更加不认为中国会出兵 初期中共中央都曾经表示过 是不想跨过鸭六缸 但是他东北那批兵 其实很多是中国的朝鲜人 是的 其实就算现在中国东北都有一个小数民族 叫朝鲜族 例如大家很熟悉的中国摇滚之父崔健 他就是朝鲜族人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朝鲜人去帮他 其实是否金日成当年在中国做过的事呢 因为朝鲜是被日本殖民过的 你知道韩国人又很有骨气 或者是朝鲜人 他们就顶不住日本仔 所以就走到中国的东北那儿 继续搞革命 所以金日成也是其中一个例子 金日成呢 他其实从小在中国的东北那儿长大 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直在东北那儿跟中国共产党打游击 到他想回去解放朝鲜的时候 他回去和这人讲韩文 那些人觉得他的口音怪怪的 亦都是因为这样 所以金日成去韩国之后 亦都有一班志愿兵在东北集结 就是这班朝鲜人 朝鲜一直都说是我们兄弟邦 但随着朝鲜半岛问题 对新中国国家的安全威胁 就明显增加了 中国在9月25日警告美军 你绝对不可以过界 这条街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三八线 但美军就像伊伦所说 完全是轻视我们懒得理我们 看不起我们 觉得我们中国只不过是靠客 当时美国人就断言 中国一定不会出兵 就连美国的将军马克亚臣都很狂妄地说 如果中国人够胆过纲 我会令他们遭受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 但在10月2日中央决定不忍了 批准出兵 10月3日凌晨 中国的外交部最大位就是周恩来 他很紧急去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加 再一次警告美国 希望印度大使说回去 为何会找印度 首先因为当时美国不认同我们新中国 跟我们中国是没有外交关系的 如果我们要说话 就先要替印度人说 印度人就转达给英国人知道 英国人才好像有资格替美国人说话 可想而知当时的中国是多需要重振声望的 周恩来就希望出兵前捉住最后一个和平的机会 让美国知道我们真的不想打这场仗 而且当时我们解放军其实有很多任务 有些要处理国民党或者生策的问题 有些被派了去帮忙做国内建设生产 东北那边 刚刚说了 都是临时紧急召集回来 一班叫做朝鲜人民自己的志愿来做 中国从来都不想打这场仗 但被美国逼得不得不打 周恩来这次警告说明了 航军过线我们不管 美军过线我们就要管 这个印度大使都知道 这次的传讯是很重要的 用最快的速度去传 美国在同一日已经回复了 表示周恩来说的话 是缺乏法律和道德的根据 其实当时解放军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解放台湾 但是现在吊了兵去打韩战 所以就被台湾蒋介石 在台湾有言残存 10月4日 美国还要加多一句给中国 叫中国不要低估美国的决心 总之他拳头大就有权 那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 下令越过山八线 美军越过山八线 直逼中朝边境的鸭陆江和桃门江 出动飞机轰炸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乡村 中国面临外部侵略的严重威胁 10月8日 毛泽东主席下令向朝鲜出兵 一个只有一岁的新中国 就被逼要和这个军事头号成年人打架 那时其实中国内部 都很多人不想出兵 也不想在这个时候 得罪这些帝国主义有美国家 最后就变得十大元上彭德怀肯去 另外也不好意思 就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去打 所以就找了一班人 这班人叫中国人民志愿军 就是人民自己去打 所以这一次出兵其实是一个象征 因为过去由清朝到宣中山、蔣介石 面对着外国的威胁 其实每一次都只能妥协 但是在今次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 还要取得到最后胜利 这个才是更加估不到的事情 外国从此就知道了 原来只要威胁到我们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中国是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妥协的了 毛泽东以前就这样说 中国人民站起来 以前我们还觉得 这个是什么口号 只能说 在这次的事件里 就真的看到一个确切的行动 像上几集那样 我看到有些留言这样说 中国人口那么多 如果不是国家富强 我们今天不要说请飞庸 请印庸 其实可能是我们中国人 去帮人做工人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 曾经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说过 他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的时候 朝鲜战争之前在欧洲旅行 通常的人都是对华人充满了歧视 身为华人就没什么优越感 在外国人眼中就好像东亚病夫一样 作为亚洲人的他都可以挺起腰骨做人 自此之后 他就开始学习汉语 还要把他自己本身的英文名叫Harry 连李显龙那些 其实李显龙是读中文学校 不是读英文学校 李显龙的普通话 就随时比我们两个好 南北韩战争 就令到全球华人 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尊严 朝鲜战争我们就不用说了 因为始终这是党史教室 三年里面 战争军里面涌现了杨根思 黄继刚 邱绍云 这些三十几晚的英雄空神 美国在整场战争里面 受到空前的严重失败 不得在1953年7月27日就签了停战写定 其实你刚才提到的几位邱绍云 黄继刚 他们很多 都是自己抱着炸弹冲到敌人 也就是用自己身体冲到敌人 帮其他战友挡子弹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烈士 就是叫做罗胜教 罗胜教就是他去到朝鲜 见到那个小孩跌到冰水 因为你知道东北和朝鲜北边是很冰的 他反不顾身什么都不理 跳下去救回小孩 那个小孩救回 他自己就冻死了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 人民志愿军其实他们是拿着一火 去帮朝鲜人的心去那里打仗 另外也简单提一提 其实朝鲜战争爆发之后 国民党遗留在国内的成员势力 曾经一度想大肆散布谣言 想趁这个时候扰乱中国 进行各种破坏、堵乱活动 甚至襲击政府机关 残害干部和群众 针对这个情况 党中央作出了一个决定 由1950年10月开始 在全国氛围内 开展这个镇压运动 历时三年 曾经枪决一时的特务 地下军和黑社会 以及之前 未完全清剿的湘西、广西 匪患基本上都已经处理了 那时其实在缅甸、柬埔寨边境 还有一群国民党人在那里 美国人就扶食他们 第一 第一就要打回中国大陆 第二就是万一 蔣介石统得不行 就可以去到台湾取代蔣介石 所以你看到 在湘西、广西、云南 这些和东南亚国家接养的地方 其实那时还是很乱 抗美援朝的战争的胜利 粉碎了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 维护我们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保卫我们自己的国家 保卫我们华人的尊业 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 美苏在内这些世界的强角都要明白到 我要重新估计中国在这个世界上的分量 帝国主义 从此开始就不敢轻易入侵中国 内外问题都得到解决了 中国终于赢到一个稳定的和平情况 下一集开始我们就会换个形式 跟大家讲一下中国史上各个重要人物 或者有趣的故事 大家猜不猜到第一个讲的会是谁呢? 又或者如果大家有哪一位人物 想我们多说些 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下集就可以去讲一下这个人 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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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